加強藍茶酒駕高雄祈山分局 上週五七月五號晚間 大約十點左右 在台三線棋尾路段 擴大領檢攔下了 LINE系男子的車 進行酒測發現 他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 以公共危險罪移送 事後才知道 他竟然是立委邱毅營 服務處主任 當我知道他有發生 酒後開車的狀況的時候 我就第一時間就火速的 就把這個賴主任開除了 我想酒駕零容忍這件事情 是社會的共識 我也要在這裡跟社會大眾致歉 因為我的團隊的助理 做了這樣的一個不好的示範 邱毅營表示賴主任 主要在祈山服務處 過去幫他很多忙 但酒駕零容忍的紅線 是絕對不能踩 根據了解五十九歲的賴姓主任 在地方上廣結善緣 常常代表邱毅營 參加祈山美農等地各項活動 酒量不錯 做民生廣為流傳 沒想到就是因為酒而出事 而邱毅營被視為是兩年後 接棒陳其邁 競選高雄市長最有潛力的人選之一 濫性主任酒駕消息一週後曝光 也不免在地方政壇上傳出陰謀論 我還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步調在走 我想對於未來 其實有很多的想望跟有很多的期待 那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進一步的去完成 所以會按照自己既定的步調往前走 2026高雄市長選舉 民進黨內群雄並起 包括地法委員 許智傑 賴瑞隆 林黛化 還有邱毅營 人人都在等待適當時機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